教科書183頁 復課的第五題 題目的情況是這樣的 PQRS是四條長的電線 分別位於正方形的四隻角粒口 所有電線帶著的電流都是相同 X點位於這幾隻角的中間 現在留意最關鍵的就是 它要找出合磁場 即是說磁場總共的強度 這裡有條條的 有條什麼條呢 一定要能夠知道 有些情況是會抵消 有些情況是會加強 什麼情況的中間點會抵消呢 我們先看看這本書 找一張圖畫看看 我們會得到啟示 不用做餐死 用聰明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看看這個圖 這條圖 就講到兩條電線打個圈 在這個中間點來講 你的左邊電線 你這邊電線的電流就向上 你的右邊電線的電流就向下 即是說一條向下的中間 是會加強的 即是說如果用同一個原則 兩條都向上 就會抵消 好了 兩條都向下又會抵消 好了 先看看這裏 裝一下 你見不見到 這兩條 一條向 一條出指 一條入指 所以這兩條是加強 中間會出現一個加強位 怎樣加強法 我們看一看 就是 先看這兩條 用右手握權定律 右手握權定律 把手指握進去 圍著它的瓷場 是順時針的 這個順時針的圓圈 一路擴大 去到這個中間點的時候 這個位置的瓷場 是應該 這個就是R 接著我可以有少少懶 怎樣少少懶呢 這邊 上面這個 記住 考慮一下交叉位 這個就是逆時針的 這個是逆時針的 即是說瓷場 就這樣繞下來 這樣繞的時候 這個位置 是兩個 都是向這邊 所以 這裏 是有兩個瓷場 一個叫BR 因為這條叫R 這條叫Q 就是BR 就是BR和BQ 可以嗎 好了 考慮完這兩個位置之後 就考慮另外那兩個位置 就是考慮這個 和這個 考慮這個和這個 然後才結合它 免得太混亂 我們要考慮一下 用同一個原理 用右手握權定律 這個是電流入子 圍著它的瓷場是順時針 所以這個圈是這樣打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去到兩點的中間點 這個 是向這邊 這個向這邊 是條對角線上高 這個就是BS 然後我可以懶了 逢是兩個方向相反的電流 逢是兩個方向相反的電流 這個 都是加強的 所以這邊就是BP 即是說兩個向這邊 兩個向這邊 然後將這兩個圖 合併 其實就是條對角線 對角線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和這個方向 對角線的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和這個方向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即是兩個B 這個又即是兩個B 那你首先 一個B是多少 一個B 即是其中一條電線 一條電線 做出來的那個 就是μ-Lot-I 然後2π 好了 如果這個 剛才他講過 這個距離是R 這一角距離是R 行不行 那即是說 兩個B 就是μ-Lot-I π-R 好 那他們的 他們現在要個合席 要個合席 我想問一下同學 你們先告訴我 一件事 你們是實識的 如果這個是一個正方形 你們是實識的 如果這條邊是2 這條邊是2 請問條對角線是幾長 周老師應該教過你們 如果這條邊是1 這裡是1 這裡是1 這個就是開方2 是不是 所以 這個 就是兩個開方2 就是乘2 兩個開方2 那即是說 即是說 將原本 那個數值 就乘開方2上去 所以 合詞場 就將其中一條邊 這裡就是其中一條邊的數值 其中一條邊的數值 成開方2上去 這個就是個答案 所以這題的答案 就會是 boy 這個答案就是boy 好不好 先用會 的